我先跟各位講的,我盡量不要講太複雜的理論 反正我就給你一個範本 前面的四行都固定的 只是差別網址換一下而已 然後底下的話,反正你至少你學會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叫Find all 一個方法叫Find Find的話只會有一個 或者是抓低一個 OK 其實Find 等於Find all裡面的編號 編號0 所以 甚至沒有Find好像也OK 有沒有Find all好像一個方法就可以到底 只是說大概用的比較多就這兩個 那如果說假設你要變化一下 比如說什麼呢 你們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About us 底下不是有這麼多字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把這些字全部抓回來 然後把它存檔起來 OK 比如說存成TST也可以啦 有沒有 好,第一個需求 第二個需求的話,這邊有links Links 這邊不是有一堆的link link裡面有 這邊有沒有 所謂link 大概就是超連結 所以這個超連結裡面的話 按右鍵檢查一下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這個裡面的話呢 它的標籤是什麼呢 它的標籤是 就是 叫什麼 叫什麼 叫A 小於是A HREF 然後呢 後面的話 就是它裡面放的文字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喔 把這個links裡面的 分成兩欄好了 一欄是它的名稱 就是它裡面的文字 第二欄就是放它的超連結 因為蠻常會遇到 我希望我把這個網頁裡面 所有的那個 或者是我想要的那個範圍裡面的 名稱跟超連結 分別放兩欄 不然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可能就要怎麼 先複製 然後貼上 或者連結怎麼連結 複製連結網址有沒有 然後變人工來做 哇,這不得了了 OK 那更不要說你要做一些大數據分析 如果人工怎麼大得起來 對,光 光要產生100個都已經 OK 更不要說你產生 那個大數據的話 Big Data 最少你要幾萬個才至少叫大吧 不然你這幾十筆 或幾百筆 你這什麼大 那根本完全稱不上 只能叫數據吧 不能叫大數據吧 OK 好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Big Data的話 其實還是要透過爬蟲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人家有Big Data 你只能有Data OK 因為人家會爬蟲 每天爬 每天爬 爬不完的資料嘛 對不對 OK 而且產生的資料會 就要餘型分析好了 OK 餘型分析怎麼可能用人工來做 對不對 比如說你要調查 最近哪一則新聞 在網路上的 那個什麼 是那個最高的 有沒有 OK 或者是它的 討論度最高 你怎麼去評判 對齁 大概有幾個指標嘛 至少比如說社群裡面出現的 那你要去爬 可能很多社群 像什麼PTT PTT好像比較偏重在 大學生 或者大學畢業之後的 OK有沒有 大概應該是在二十到四十歲之間吧 還有一個Dcard Dcard好像比較是那個年輕族 就大學生好像Dcard比較多吧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某一個族群 他們對某一件事情的看法 那其實當然第一個 你可以去爬那些資料嘛 OK 不然的話你怎麼知道漁情 所以你要做一些漁情分析啊 如果沒有BigData的話 很多其實都空的嘛 對不對 OK 那當然現在 網路上面 其實 不要說現在跟未來都一樣 你會發現所有東西的背後 都一定要爬蟲 有沒有 你要旅行 旅行你光要飛機票 也會有人爬資料 哪一家航空公司最便宜嘛 OK 你怎麼知道 還有什麼 哪一個飯店最便宜 哪一個飯店價錢多少 有沒有 那其實很多像Agoda 或像Booking.com有沒有 其實他們最早都是從爬蟲開始起家的 為什麼 因為剛開始飯店當然不想鳥你啊 為什麼要跟你合作 對不對 後來發現不能不跟他合作 不跟他合作 可能就沒辦法 沒有流量了嘛 OK 為什麼 因為它變成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什麼資訊的集中 集中佔了 沒它就不行了 OK 那諸如此類的很多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公司所賺的錢 其實都是透過他的資訊服務而來的 像Agoda你說它得到 它有什麼 它有飯店嗎 沒有嗎 對不對 但是它為什麼可以賺你這麼多錢 而且還賺不少 每次 一來一往 至少可能賺你個 5%、10%絕對有啦 還有廣告分論 而且你會發現每個時間訂的價錢都不一樣 對不對 你會想 奇怪為什麼有的人訂的比較便宜 為什麼我訂的比較貴 對 它其實還蠻狡猾的 OK 而且還有很多地方 它會去偵測說 你到底從哪邊進來 比如說你從某個地方跳進去 它會收你個廣告費 因為那個廣價會收你廣告費 OK 但是如果你有時候從有些地方進的話 是不會收到廣告費的 OK 所以有的時候你還要去Check 而且從手機訂跟從電腦訂又不一樣 OK 算了 反正這都很 因為我自己算Agoda的大戶 因為我已經白金會員了 OK 所以我訂房的經驗其實還蠻豐富的 像我下個月有要去日本 去八天 然後就看怎麼樣訂房最便宜 OK 怎麼樣的策略 什麼時間 有沒有 因為日本現在很熱 對不對 不是天氣熱之外 我說飯店也很熱 很難訂 所以變成說禮拜六 禮拜天天我本來想要去雜黃 北海到處 天啊 那都天價了 平常可能大概兩千塊 兩千多塊就不錯的飯店 現在都已經五、六千、七、八千了 怎麼辦 OK 所以要想辦法 所以後來發現 要訂遠一點好了 不要訂市中心嘛 訂周圍就好了 後來想說不然訂韓館好了 結果韓館也很多人 只要訂到一個新韓館 新韓館變沒人 但是變成說有個缺點 就是你可能要搭車 比如說你我坐火車站旁邊嘛 那我只要搭車過去就好了 那時間不是差不了多少 那你講說老師那很貴啊 對不對 車票很貴 那因為日本對外國很好一點 就是有那個JR Pass 那個JR Pass吃到飽的嘛 反正你不用你用一次 用兩次用三次都一樣 所以乾脆我們住附近 然後就再拉車過 像我會有幾天也是去東京去橫濱玩嘛 但是東京的飯店也非常貴 所以後來我剛才訂到一個 往上一點 訂到那個一個叫宇都宮的一個 也是在車站旁邊 走路大概兩三分鐘而已 然後你說老師那很遠耶 大概距離差不多是到台中吧 台中到 然後可是各位講 台中過來如果坐高鐵多久 45分鐘吧 40、50分鐘對不對 概念差不多 那40、50分鐘喔 如果我剛好住在那個什麼 高鐵站的隔壁 然後我只要一出門我就上高鐵了 我時間算好 然後我就抵達車站啊 那跟我住在市區裡面 如果我要搭個捷運 才能到某些地方的話 我覺得感覺好像差沒很多 所以後來我剛才就訂那個 然後順便又可以玩郊區 因為剛好與路公里那個 有個叫日光的一個地方還蠻近的 有沒有OK 日光有那個什麼 東照公嘛 很有名的 OK好啦 好 反正這不是重點喔 重點就是網路上的所有的訊息 其實跟爬蟲都很有關係 很能夠賺錢的 很賺錢的 我覺得都跟爬蟲有關係 OK 所以如果你懂得爬蟲的原理的話 真的可以幫你省很多錢 OK 而且 我覺得真的 網路上很多東西 真的要做點功課吧 不然你再有錢 真的也買不到你咬的東西啦 那你訂房不用爬蟲嗎 我會用一些方法去分析啦 但是 殺雞不用牛刀啦 因為的話 如果我要換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要找什麼 About Us 這裡面的赤 我希望把它存成一個TST的話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一樣喔 如果你要找你要的資料 按滑水右鍵 然後檢查一下 有沒有 檢查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喔 這個資料放哪裡呢 放在 你會發現 右鍵 不過它這邊會縮小喔 按右鍵 檢查之後 你可以看到喔 它放在一個標籤裡面 叫做什麼 叫做P有沒有 OK 那你說 老師這個P 那我要找的話 O不OK 其實可以 你可以Ctrl F 所以一樣喔 我們要先確認 Ctrl F記得要 油標放這個裡面 不能放外面 不然會跳上面 好 點這邊一下喔 Ctrl F 然後中間會出現 有一個輸入的地方 然後輸入什麼 小於符號 打一個P就可以了 OK 那表示說呢 Enter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網頁裡面 總共有幾個P的一個標籤 它告訴你總共有五個 有沒有 那可是我這一個 到底是排第幾個呢 如果我知道第幾個的話 我就Find all之後呢 我就把它抓回來 不是就我要的資料了嗎 懂的意思吧 好 那哪一個是我第幾個 一樣嘛 所以喔 很重要 按右鍵檢查之後 Ctrl F 然後找那個標籤 看一下數量 跟各位講的 這都我自己的SOP 但這個SOP 我覺得還蠻好的 已經蠻簡單的 而且保證應該都不太會錯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再來的話看一下五個 第一個喔 所以第一個是不是 我看一下 第一個 上下 你會發現第一個是哪裡 第一個沒有閃動嘛 第二個 你會發現 第二個就中了 有沒有 它會閃 第三個是哪一個 第三個 第三個是北區的推廣中心 第四個 中區 第五個 南區 所以沒有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第一個不對啊 不是喔 所以它這個第一個好像不是 第一個這個是PASS 所以理論上我們應該打這樣好了 乾脆小於符號P 然後大於 這樣好像比較完整 那你會發現 剛剛原來第一個是錯誤的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正確的話 應該是加一個小於符號P 然後大於 這樣子的話 得到的不是五個 是四個 OK 所以四個才對啦 OK 好 所以我們發現 第一個剛好就是我們要的字 第二個就是這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好 那我知道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怎麼抓這裡面 很簡單 其實你可以拿剛剛的這個程式 來用就好了 那剛剛的程式 乾脆另外開一個 好了 然後把剛剛的程式 其實上面這幾行都固定的 所以一到六行 Ctrl-C 好了 然後把它貼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的新的模組上面 然後把它Ctrl-加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是把這邊改成P 然後後面的話 因為沒有class 所以這個class把它刪掉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只要哪一個呢 所以Print Print 因為有四個嘛 所以我要的剛好是 裡面的第一個 所以輸入0 0裡面的文字 所以點TST 好 試試看喔 理論上 這個就等於應該得到的是什麼 得到這裡面的資料 什麼因應 什麼知識經濟 什麼一堆這些 可以看一下 如果Print 得到的結果是4的話 那恭喜你 表示應該沒錯 欸有沒有看到 因應這些有沒有 這裡字就出來了 有沒有 不過啦 有個地方可能可以再修正 哪個地方 前面好像有一堆空白 後面又有一堆空白 欸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把前後的空白拿掉的話 那怎麼做 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好像有用到一個方法 叫做什麼 去掉頭尾的那些 你不要的那些字的話 就空白 點什麼 點Street 還記得吧 Street 然後小刮弧 我記得好像小刮弧 如果沒加任何東西 就去除空白 OK 如果 當然另外一個方法 你在小刮裡面 裡面加一個雙名號空白也可以啦 他也會把裡面的空白拿掉 我試試看好了 Street 就是去除前後 一個文字串的前後 你不要的那些文字 OK 來試一下 不對 Ctrl-C一下 不過好像 我記得 空白好像在網頁上面的那個 字串的名稱好像不太一樣 或者我把這個 這個拿掉看看 如果不要給任何東西 可以耶 所以 Street 裡面不要加任何東西就好了 你會不會得到的就是這些 當然你說 老師如果這樣存檔的話 很簡單 你就把它 F等於Open 還記得吧 存檔喔 那三行很重要 存檔的名稱就是About About S 好了 這樣 點TST 然後呢 都點一個W 然後我就是F 點Right OK Right 什麼呢 裡面要把這個東西放進就可以了 這個什麼東西 就這一串東西 OK 然後呢 再把它F點Close F點Close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 把這些 資料有沒有 存在一個 叫 About Us 點TST裡面看看 執行一下 好 這個時候 沒有抽訊息 那表示應該OK 那我們可以在我的 C點底下的這個 我存 我的專案裡面的 底線 Python 2023 會有個About Us 點TST 打開看看 欸 有了有沒有 存檔了 那也沒問題 所以以後喔 如果你假設要把資料 扒取下來的話 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 反正跟各位講 原理原則第一招 就是 用標籤 OK 但是標籤的話 比較麻煩 是說 它的數量可能很多 像我們剛剛有四個 其實還好 OK 但是如果你說 老師那可是 如果將來這個P 出現的數量喔 哇 一大堆可能幾百個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它有第二招 第二招是什麼呢 其實喔 如果你不用P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P 這個的上一層 也就是說 將來會有個狀況喔 就是說 你抓資料 剛好 他那一層的那個 怎麼講 數量非常多 就是這個P的數量 假設找到有幾百個 欸 那不是OK啊 因為你要一直算一直算 那如果你假設這一層不OK 其實你可以找 你上面那一層 你爸爸那 比如說DIV喔 你想說 老師那我找 找這一層可不可以 欸 這一層喔 你不然除了DIV 還有什麼Custom 所以喔 如果換一個方法抓 你可以先抓到這個DIV 裡面的文字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喔 他的下一層喔 一樣可以把裡面的資料給抓回來喔 OK 所以喔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喔 這個 剛剛這個地方 我主要是把 就是前一個範例喔 其實沒什麼改啦 就是只是怎麼樣 一樣把它Find all 全部找回來 一樣找P喔 試試看好了喔 那剛剛主要重點喔 其實是利用什麼 這邊的這個方法喔 就是按滑鼠右鍵 檢查 你要的資料位置 然後在這邊的話 按一下Ctrl F 然後找一下 小於P大於 這樣好像比較OK 打完之後呢 這邊會顯示出 它總共幾個 然後這個是第幾個的話 你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這邊去跳動 有沒有 這第二個 第一個就OK 第一個就中了 那就第一個 那如果你假設OK了 那你再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對應程式也不複雜啦 反正前面這四行都固定的 那只差網址改一下喔 然後呢 再把那個標籤 放在Find底線All的後面 那如果有四個的話 理論上我們要抓第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這個串列 總共有四個嘛 0,1,2,3 那我要的是 第一個就0 裡面的資料就點test 然後把頭尾的 那個空白拿掉就點strip 最後頂多是 我再多增加一個存檔而已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